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亚马逊Amazon CEO搜索排名的N个因素3 以下这个案例是标准答案 至于数量 未必越多越好 只要能把产品的各个角度或功能或亮点呈现出来就足够了 而那些角度接近或重复的就没必要上了 毕竟不是淘宝 老美的思维 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多的东西 一般来讲 至少有两张图片或以上比较合理 也许有些listing你可能会看到只有一张图片 它要卖得好 或是它的其他排名因素的分数加强了 排名因素和转化因素是多方面的 能做到的细节为何不去做呢 10.Answered Questions and T回答板块 对于功能性较强或复杂的产品 这块一定要重视 亚马逊会读取到这个数据 从而将其计算到搜索引擎算法里面 另外一个角度 它是影响转化率的一个要素 以下截图可见到这个数据 直接放在review的同一行 所以做好answered questions的板块 会影响搜索排名 11.Review上一篇的文章也提过 review数量与质量的问题 数量多固然重要 但在亚马逊看来 更重要的是review的质量分数 所以如果review数量既多且分数高 那是最完美的 有些卖家会认为review并不影响排名 从技术层面上可能是对的 但是其他因素都合格的一个listing 好的review表现有利于提高转化率 好的转化率影响搜索排名 所以这是review会影响搜索排名的原因 可能有些卖家会努力人为的去追求review数量 好吧 更直观的讲 就是通常说的刷review现象本人不提倡作假 假设你刷的过程很幸运的没被amazon检测到 但如果产品本身不好 或其他细节做不到位 那再多的review照样对转化没产生多大的帮助 对搜索排名也没意义 所以同一个产品其他因素到位的情况下 好的review表现是对排名有积极作用的 12销售排名销售排名即是best sales rank 这个数字可以用于比较某个同类目下面产品的销量 数字越小表明销售量越多 亚马逊会将这个数值作为搜索算法里面的一个因素 因为亚马逊相信卖的越多 说明产品是越受欢迎和接受的 所以亚马逊在计算分析的时候 会结合这个数字来影响你的搜索排名 13停留时间停留时间是指用户进入到listing开始所停留的时间 如果停留时间越久 那表示对于这个产品越有兴趣 产生购买的概率也相对大了 Amazon会计算每一个用户的停留时间 来判断listing的质量 体验完整性的是否够好 从而作为一个排名分数算到算法里面去影响排名 以下几点可能会影响用户停留时间的要点 1.图片的丰富程度 2.短描述和长描述的丰富程度 3.answered question板块问题的广泛性以及相应的答案 4.review板块的分数 一二星的review以及其他用户上传图片或视频 注意丰富不代表多 而是全面而简约 14.跳出率跳出率是指当用户点击某个亚马逊搜索结果的listing 进去以后马上点击返回搜索列表页面的行为 Amazon跳出率跟Google的跳出率的概念是一样的 就是都作为重要的算法之一 来判断搜索结果是否是用户所需要的 举个反面例子 我们假设通过黑毛手法 并深深把某个listing排名到某个毫无关系的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列表第一页 然后其他因素和动作完全不懂 你会发现这个排名越来越靠后 最后消失在这个关键词的搜索结果 因为用户发现这个listing并非他们想要的产品 马上返回 久而久之 Amazon会计算到这个跳出率 从而判断这是错误的排名结果 在Google 对于大部分电商 跳出率能控制在20%至30%之间是比较健康的 但Amazon由于不公开这个数据 也不支持任何第三方数据工具 我们也只能靠感觉地尽量去减低跳出率 以下几方面是我们能控制的范围 一产品图片和标题本身的关键词必须是一致对应 二价格正常水平 不能太过高于市场水平 或与用户心理预期相差太远 三review总分不能太低 十五 库存状态有些卖家可能运营比较粗糙 对于库存没有系统的去做监测工作 导致出现库存断货问题 这个在亚马逊看来是给用户产生了不好的购物体验 有两种情况 本来有良好的搜索 排名的产品 Listing 会因为因产品卖光库存数为零而会消失在排名结果中 当FDA捕获的几天之后 你会发现排名已经产生变化 需要一段时间之内才可能恢复正常 库存数量很低 因为复杂的review过程 导致顾客加入购物车以后发现无法 所以库存数量的最新情况 需要系统化去追踪和监测 以免产生不良购物体验而影响搜索排名 十六 订单缺陷率Order Deft Rate 亚马逊是出了名具备判断用户购物体验能力的 比起Google 它在某些细节和技术也许更智能 所以用户购物体验是我们在运营过程中 始终需要敏感的一个要素 而订单缺陷率Order Deft Rate 这个数值是亚马逊恰恰很合理 也很科学的来数据化卖家的表现 也是一个会被计算到 亚马逊搜索排名算法里面去的一个因素